政務司司長張建中視察設於啟德社區會堂的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個案追蹤辦公室 了解追蹤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接觸者的最新進展 自本月初至今,由健身中心引發的群組爆發已經涉及135宗確診個案 個案追蹤辦公室在短短幾日內成功追蹤大約1,500名接觸者 以及大約3,200名相關的家庭成員,成效顯著 張建中感謝個案追蹤辦公室所有工作人員 指他們的參與有利人手分配 讓醫護人員聚焦進行流行病學調查